都變了 大變 對... 大變了 真的是完全變一個人 不過其實很多人好像 因為就是頭部有撞擊到 然後真的會有一些 個性整個大變的狀況 其實剛剛我們 陳醫師有提到那個 其實我們現在 大家可能比較熟悉的一個名詞 叫 或叫前額葉症候群 因為我們知道大腦 不同部位是髒位 它有不同功能 就前額葉 對 在前面 我們就是左右腦的前面 像你額頭比較大 那額葉就很大 額頭大 你好 你過來 所以我也是掌握 我們人的一個個性 那我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這是一個發生在 我很好的一個朋友 和我同科的一個同事 所以醫師 他也是急診科醫師 他上大夜班 大夜班上完之後 就下了班 我們通常是七點 早上七點 晚上七點交班 所以一個班十二個小時 其實很辛苦的大夜班 七點交班之後 他很累 他累之後就直接也沒有回去 就直接回到醫院的宿舍 休息一下 醫院有一個 通常有值班師的宿舍 他睡到之後 大概中午起床 覺得肚子餓了 早餐也沒吃 當他走出去吃午餐之後 我們還有人看 他還經過急診室 晃了一下 大家看到他 某某醫生 你去吃午餐 結果出去不到十分鐘左右 他就回來了 他回來說 你就發現 他好像 那個走路 那個走路不僅走不穩 而且好像在跳舞 他就在這邊 撞到前額翼 就撞到前額翼 看到電線桿就 對 他就在那邊 然後看到人打招呼 這個眼神也不對 好像是說撫媚 男人用撫媚形容 也有一點噁心 可是那個眼神就是撫媚 就是看你的那個眼神 對...沒有錯... 他的表現就有一點像這樣子 所以大家看了之後就... 怎麼了 對... 江醫師 怎麼了 不要用我 沒有 你剛剛講的 我現在講太客 在醫師撫媚 對 真是蠻帥的 大家不曾見過這個醫師 這樣表現不好 然後就問他說 說借用 他講 他說江醫師你還好嗎 他下個動作就跑去... 抱他 對 就很熱情地去 就擁抱他同事 他很像喝醉酒 他吸到什麼 這個不對 這有問題 就快點怎麼樣 就把...就把他就這個 把他扶到床上去 他還不... 很難被約束 就一直要爬起來 跟大家講話 這個擁抱人家 很怪 非常非常怪 基本上那時候 第一個反應就是 如果這是一個病患 這樣進來的話 我們大概就會先測個血糖 血糖也正常 接下來我們就把身上 稍微再打開看一下 我就把他拉在衣服的時候 哦... 雪糖你幹嘛給我的衣服 我就說... 感覺他還滿開心的 不要打擾他 我第一個反應 他應該是中毒了 可是很難知道是什麼中毒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在... 就我們在急診醫學上 我們有幾種藥物 我們其實是做測試性的解藥 其實我們知道 任何的正經安民藥物 講到大家最熟悉的FM2 FM2其實就是一種正經藥物 它量很大的時候 它會讓你深邃 讓你沒有反應 所以為什麼叫強姦藥丸 就是這個意思 可是它量很少的時候 它的抑制解除 就變成腥味感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就認為它是中毒 可是我們真的很難想像 它是怎麼會中毒 所以我們就那時候 就用了一個這種 這一類藥物的解藥 就做一個預防 就是測試性的施打 就一打完之後 就好了 它就回不正常了 馬上 神效 那個藥效非常非常快 對 才一打完 他說 學長 我怎麼在這邊 我說你知不知道 你剛剛做什麼事 他還說 他想起來了 因為他走到... 他醫院離開之後 走了幾十公尺之後 再過馬路等紅綠燈 就剛好澎湃一個醫師 所以他叫... 江醫師叫他 其實我們一直在醫院附近 碰到醫師叫你 其實你大概就認為說 這個可能是你 診治過的病人 但是其實也不會太意外 所以通常就點個頭 或者怎麼樣 這個江醫師幹麼 這個昨天上夜班了 去吃午餐 好辛苦 然後就拿了個飲料給他喝 他其實給他飲料完之後 他就... 對 他其實跟著你之後 去看你的體價 好濕喔 這種洗劫的新聞 其實我們在新聞上 曾經碰過幾次 就是給你喝了藥物之後 他女士頭部就... 好心地把你扶到某個地方 扶到車子裡面 扶到什麼地方去之後 就開始洗劫 所以其實中毒 是莫名其妙的這種微笑 中毒也是一個很常 在這個社會 是很常見的一個現象 不過這個還滿恐怖的 對 這個真實安理 你真的不要... 假醫師 你那個水 是誰給你的 對 你給他喝 他如果一家一吃喝光 我給我一杯 但是其實大人遇到這種狀況 小朋友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我有一個朋友的小朋友 你看到他 他永遠都是這樣笑稀稀的 然後就玩遊戲 小朋友不是會玩遊戲嗎 他不管輸還贏 他都會笑呵呵 然後他媽一開始也覺得說 我小朋友可能就是一個 開心果吧 然後就長輩看到 我就說 你娘很聰明 這樣很棒啊 可是後來有... 就是後來他就慢慢觀察之後 他就發現 我小朋友除了很愛笑之外 他發現他有幾次 他笑的時候會出現那種 全身無力 然後站不穩 然後甚至還跌倒 就是笑到東倒西歪這樣 然後誇張一點 他可能會有那種就是 哈哈 就是亂蹦亂跳 然後 甚至還有就是 就是那種 感覺好像意識不太清楚的狀況 就那時候媽媽就開始有點警覺 覺得說 我是不是 可能要帶跟... 我覺得他就跟老公講說 我是不是要帶小朋友 去給醫生看一下 結果 他們還在在討論的時候 他的小朋友就有... 就發生就是 笑到直接在地上抽搐 然後 就他媽... 就是他媽媽就嚇到 然後就趕快緊急送你 結果 經過診斷之後啊 他就是那醫生才跟他 就是跟我那朋友 就講一個很恐怖的事 他就說 你的小朋友啊 就是如果他常常會 不由自主的 一直笑呵呵 然後甚至會有昏倒啊 然後抽搐的狀況 他有可能是得了罕見的 發酵性癲癲 然後他那時候就想說 我小朋友居然是 就是他這樣子笑 是應該是癲癲 應該居然是癲癲 所以就還好 就是他就是提早發現 可是他跟我們講的時候 我們都不可自信 就是... 妳本來會覺得是優點 對 一般來說 我們看到小朋友就每天都 然後他在笑希希的話 就覺得小朋友很好很乖 你怎麼會想到 那個其實是有病 我相信剛才那個個案 應該是有部分是真的社交微笑 有部分就是生病 然後他媽媽可能是 一開始分不出來 對 後來看到有些 某些笑是怪怪的 不合時宜 然後那個笑容也不太像是 我們自然的社交微笑 應該是這樣 而且有時候會出現在 有些小朋友會出現在 在睡覺的時候 突然間就莫名地笑 他真的在睡就笑得那也是 可是我會覺得 他有時候會做好夢 他們有時候會類似像夢遊一樣 就起來 他們就是因為大腦的放電 讓他們就是會走來走去這樣子 所以 可是他剛才說笑到昏倒 之前有另外一個小孩也是這樣 可是他並不是癲癇 那小孩子就是 他其實 比如說身上小二還是什麼之後 他媽就發現 奇怪 以前沒有那種被老師反映說 上課都在打瞌睡 或者會什麼突然間反正 就覺得說這孩子 為什麼身上小二之後 變這麼奇怪 好像有時候突然間就閒著沒事 吃到一半人在睡覺幹嘛 那有一天很奇怪 是有一天他就是 看那個電視節目 然後大家可能講講好笑 開始大笑 大笑之後他笑完美麗 頂多這樣捧著肚子就那個對不對 他大笑之後 然後媽媽想說 趕快送去醫院 那醫生一開始也懷疑是不是癲癇 對 後來就發現 因為在合併他其他 他有時候莫名其妙 吃飯吃到一半 也可以睡著 然後在班上 老師說莫名其妙打瞌睡 問媽媽說 晚上是不是都沒睡著 他說沒有 他跟晚上睡眠 沒有特別的不一樣 後來他們就想說 他有可能是 是睡睡症 對啊 就是他那種 對 就是他是那種 醋睡症 那他有時候 他的啟動因子之一 包括大笑之後 他會突然間就醋睡著 這好像楊太緊張 會突然 對 我跟你講 我有一個同學 對啊 他就是這樣的患者 小時候我們都不知道 因為我們覺得說 那怎麼一天到晚 又是忽然間就睡著 可是這個東西 變沒有影響讓他學習 我覺得他也是一個 滿聰明的孩子 所以他考得很好 可是你知道後來 他大學被退學 原因是什麼 他說他最經典的 他後來變成他們 戲上一個傳奇人物 有一次老師叫他上台 寫黑板 結一個他物理系的 結一個物理的題目 老師說這題有那麼難嗎 他寫一集停在那裡 我們在那裡 他就在那裡 他睡著了 好棒喔 站著睡耶 這很強 這很有才華耶 對啊 怎麼可以退他學 其實這種觸睡症 很容易就被情緒激動所激發 像剛剛老師寫一般 可能緊張或開心 我看過那種觸睡症的錄影 大概最戲劇性是 大家在慶祝 祝你生日快樂 懂嗎 就睡著了 真的就這樣 太開心 所以他們的 來不及許願了 現在我們在家過一點耶 他們的突然真的很突然 不是說唱一唱我好累去睡 都講不出來 就突然就懂 就打到他那裡 所以可能會因為這樣受傷耶 會 他們時常會受傷 他們時常會撞傷 就像昏倒一樣 有些小孩就帶安全 對啊 就是他發作太平反了 王醫師你也遇過那種 就是媽媽帶小朋友來看 這變化很大對不對 我常說家一科有個好處 我會看小朋友從小到大 你舉個例子 有個小女生 我從小學看她到國中 然後他到了國的時候 開始覺得 功課壓力很大 那功課壓力很大之後 其實就是學習就會不好 然後就想去上學 那家長其實還滿體諒 他壓力很大 就讓他就是不要 給他太大的壓力 結果到了高的時候 跑來看我 一看 怎麼短短不到一年之間 他胖了三十公斤 他胖了什麼 那我就問他說 功課不好 那他都沒有去上學 在家幹嘛 有看到他吃東西嗎 他說他就一直吃 三十公斤 胖了三公斤 對 胖了三公斤 你就從真的深深 你就整個都是變得很胖 然後他進來的時候 都不說話 都是家爸媽媽在講話 然後他就這樣頭低低的 感覺好像是說 可能壓力太大了 沒有自信幹嘛 就吃東西 那我就問他說 你知道你都愛吃東西嗎 他不說話 然後就跟我講說 你認識我嗎 他說我知道 你是王醫師 然後我說 那你為什麼一直吃東西 他就看著我之後 帶點傻笑說 因為有人叫我吃東西 那是太陽了 所以我剛剛說 在那個情況下 你要去了解這個病人 到底這些情況是存在的 還是不存在 那你問家長 家長他說 他們不知道 就一直吃 一直吃 那表示說 他一直有這樣的想法 有這個意念 叫他一直吃東西 一直吃 結果就說 這個跟現實不一樣 有脫離 懷是跟精神科有關 懷是什麼 失覺失調 結果他轉診去 精神科回來之後 確定診斷 診斷後開始用藥 用藥之後 我告訴你 狀況會慢慢改善 而且他現在已經念大學了 還可以暑假去打工 其實 親人其實應該是最容易了解 有沒有什麼變化的 對 眼神 對 那這個基盤 我們常說很多 家屬本身要有一些概念 因為病人 很多是沒有病逝感的 要靠家人 才讓他能夠 經由適當的醫療 把問題做解決 那醫生 你可以看一下我的眼神 看我有沒有病逝 江醫生比較厲害 江醫生你看我就好了 很關正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按下鈴鐺